应该不太会 因为可能下一场的比赛 就是对于我来说 可能跟他们相比较 我的压力不是很大 因为可能我要准备的 比他们要少一些 但是我给我自己的目标是 把再下一场的要提前弄好 然后要弄得更精彩 当然有 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贴吧 就说之前的分场区的冠军 虽然会有一场会 就不用比赛嘛 然后就直接那个秀一下就好 对 但是一般大部分的 都是直接进了27就下去了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豁免的 那个就豁免的一场比赛 但是过了以后呢 就比如说他准备的不充分的 或者是等等吧 很多原因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压力挺大的 还是想过 因为之前就很多 就是评论老师大部分都说 我的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风格不确定 就是这样试一下 那样试一下 所以我现在也在 很努力的尝试着找 就属于最适合我自己的 那个风格 但现在还是不太有头绪 大家好 我是刘欣 关注快女真人秀 关注PPTV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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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